不管你是否相信神秘的月球矩阵论 都还请你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因为它很可能会颠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 2001年 英国作家大卫爱克通过数学和几何学 研究了月球相关的体积位置后 得出了一个威严耸听的结论 那便是月球其实是高能文明 用12台机器共同组成的一个叫做月球矩阵的发射装置 它所发射出的频率波 会严重干扰人类的意识与感知 而我们则是被囚禁在三维地球之中 并被限制其认知月牵的可怜囚徒 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类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 同时大卫爱克还提出了一些 根本无法用天文学来解释的奇怪现象 这时你会发现月球的存在 其实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先当日泉石出现时 为什么与太阳体积相差如此悬殊的月球 却可以完美地遮挡住太阳 根据天文数据的显示 太阳的直径高达139万公里 而月球的直径仅为3400公里 两者相差395倍 但巧合的是太阳距离地球1.5亿公里 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 两者相差刚好也是395倍 也就是说月球的大小仿佛是被人精确计算过一样 而对地月距离的精确把控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仅如此 虽然月球在不断自转的同时 也在不断进行着公转 但神奇的是 无论是月球的自转周期还是公转周期 都是27.3天 而在受到潮汐锁定的作用下 月球的一面始终对着地球 这使得身处地球上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月球的全貌 并且潮汐锁定不仅影响着地球的倾斜与旋转 还影响着整个海洋的潮汐性 而我们人体70%都是由水组成 这是否意味着月球也在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最后就是令人最无法理解的洛西极限距离 是指当小质量天体不断接近大质量天体时 在进入到一个极限距离时 就会因受到其巨大的潮汐力而被撕裂成碎片 最终导致解体 它就是天体的警戒线 一旦低于这个距离的较小天体 都会被行星的潮汐力拉碎分解 并成为行星环 反观 既然有保持天体运动的最小距离 也就有最大距离 称为希尔球 是指卫星的运行轨道 必须在行星的希尔球范围内 否则就会脱离行星的引力范围 因此月球想要成为地球的卫星 就必须要位于洛西极限 与希尔球范围内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地月洛西极限约为1.35万公里 希尔球约为150万公里 虽然月球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的任意位置运行 但就偏偏选择了38万公里 这可可以完美创造日全时奇观的精准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 月球是被特意放在地球周围的原因 根据大卫艾克提出的月球矩阵理论解释 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维度空间 而人类却受限于自身的认知能力 只能看到宇宙的三个维度 其实高等生物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幻觉 既视感甚至超自然现象等等 其实都是高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高等文明为了阻止人类发现宇宙的真相 便创造了月球矩阵 以此来操纵和调节地球生物的思想和生命 甚至可以封印被认为是人类第三只眼的松果体 使我们无法使用第六感来感知这个世界 正如天文学家罗宾布列特曾经说过 解释月球的不存在远比解释月球存在要更加的容易 也正是因为月球的大小和距离刚刚好 才为地球创造了生命的条件 从而诞生出了人类文明 但如果换个思路 我们真的就能确定在人类出现之前 地球上就一定没出现过其他的高等文明吗 感动得是不合格的 d4 workshop 试音乐 试音乐 试音乐